查普基战队就有三位选手 未上场打比赛就已经退役了 最近大仙给出了回应 如今他们比当选手还赚钱 到底是哪三位选手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KPL职业选手吃的都是青春饭 二十多岁就已经算大连选手了 其操作和技术明显下话是常有的事 所以职业选手们 在二十岁之前都会争取上战队首发赚钱 并拿出自己的名气来 因为首发大名单上的选手 以及上场打比赛选手的工资是非常可观的 反观未上场的 机会与进场打螺丝没什么区别 所以大多数选手 如果因各种原因无法上场 就会在转会期转会 六抹高就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XVG的三位年轻选手 未上场打比赛就选择了退役 而大仙也回应了他们如今的情况 我们工会的主播还真的可以是吧 那谢谢大家的捧场 我们工会主播 杨涵现在弄得还不错吧 我看到没有 他们之前跟我讲杨涵 现在好好在直播 也好好做他的抖音 我感觉他每个月挣的钱 还是在俱乐部比俱乐部的收拾位 首先XVG的首发 拳手依旧是酷血九月 灵梦修乐和契合 几人从XVG创建以来就没有离开过 虽然契合被一门替换过 但由于粉丝们的压力 大仙最终与教练持对立观点 让契合重回首发 而教练葡萄糖的离职与其不无关系 又因为XVG的成绩一直都位列前茅 所以XVG的替补几乎没有上场打比赛的机会 可他们宁可在XVG选择退役也不转会 这些工资兼有几个W 你入什么时候 他们安排 他们安排 我现在还不知道 世成 哎 世成那臭小子 你不要干嘛去了 世成每个月 有这么多钱的 世成每个月 如果好播的话 你也是这么 你再打的力 世成那臭小子 他坚持不成 好像 我扑一会儿 他有点累 这个东西 他真不是每个人 他都能坚持的 世成 反正他没有扑了 到时候他自己钱花完了 他会不会来直播 能听得出 韩仔正在直播 米露刚刚退役 正在准备中 而最狂的世成 居然因为直播他来 选择了不播 可见应该是年轻气盛 赚点钱就满足潇洒去了 正如大仙水 钱花了 估计就回来直播了 可见也只有大仙的俱乐部 有这样的人气 能使替补选手 有这样的关注度 赚取超其他俱乐部 替补选手几倍的工资 未来比赛就退役 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下期见